一樣,我有把它放在那個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有收到第二次上課的那個 上課的內容 總共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會有九段影片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又更往前推進的 有關那個VBA的部分 那VBA能夠怎麼做 其實主要我這邊講的是VBA最常用到的 當然它的其他功能 只是說我覺得這些功能就足夠你一般工作上使用 已經綽綽有餘了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這些東西盡量的熟練 然後盡量的加以變化 OK 那如果當然你將來已經相當熟練的話 你在學一些更多東西應該就相對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你就是還沒熟練的話 我建議可以把上一次上課的東西 還是在把它熟悉 另外的話在VBA裡面怎麼輸出公式 其實輸出公式不外乎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跑個回圈 然後裡面就是把公式貼上 但主要要注意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你可能要取代 把一個算號變兩個算號 第二個的話裡面有那個裂號 要把它改成I 那I的部分你不能直接把它放到公式裡面 一定要怎麼切開來之後 把I串在中間 那我上個禮拜有教過一個口訣啦 我是建議你用那個口訣好像比較簡單 剛開始很多同學還是真的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對於城市的這個他邏輯上 跟人腦是不同的啦 所以有的時候也許你一下子沒辦法馬上理解 沒關係啦 慢慢慢慢慢慢你會 我覺得大部分同學都是一段時間發現 原來是這樣子 OK 那當然你千萬不要用你人腦 就是因為電腦畢竟思考的方式跟人腦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那你就是要善用電腦的優點吧 因為電腦第一個啦 它24小時不用關機 隨時可以Standby 第二個的話呢 你重複性的事情 你要重複一千萬次都沒有關係 它瞬間就幫你跑完了 但是人腦不同 人腦你現在要重複一百次 就已經分頭轉向了 更不要說幾千萬次喔 幾億次這種 這麼龐大的次數的話 那當然就有必要怎麼樣 你透過程式來完成 那至於你用哪一種程式都無所謂啦 像現在我當然 比較熱門像Python啦 不過我覺得手邊就已經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工具 為什麼不先拿這個來用用看呢 OK喔 那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做出來結果都一模一樣的 OK喔 那有時候當然你也不用捨進去 或者你一定要拿那個 學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好像還是這個比較淺顯易懂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還有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回圈啊 縫回圈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講到 4i等於 哪個範圍到哪個 比如說4i等於4到103 有沒有 或者是4i等於1到1to to 10 這樣的就是給它一個範圍 它就幫你從那個 一般是列啦 哪一列到哪一列幫你完成 那未來當然也可以 哪一個欄到哪一欄也可以 甚至哪一個工作表到哪一個工作表 也可以啊 一樣的道理 哪一個檔案 有沒有以色列檔案到哪一個以色列檔案 那其實概念都是相通的啦 以後你可以延續 其實不外乎就是什麼 重複幫你完成那些事情 所以喔 以後如果是重複性很高 每天都要做的話 你不如寫個程式 那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很多東西啦 我發現其實 在職場上看到很多人 每天都自己當回圈 因為自己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些東西喔 其實 VBA也就是說 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寫得出來 那也就是說呢 你所有的動作 你只要找得到對應的程式的話 那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所以理論上 只要你是在電腦上面 敲敲打打弄東西的話 那些東西程式都可以一鍵完成的 絕對沒有問題 OK 所以呢 當然 你必須要知道說 它的對應關係 有沒有 比如說你看到那個動作 你該想到程式該怎麼寫 如果你兩者之間都能夠互相可以 就是 就是 轉換得很好的話 那些事情就很快就寫完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這個方向是明確的 而且現在已經很多人都是這樣在做事了 就像我啦 我第一時間 我先分析一下工作流程 然後再把所有程式把它寫出來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OK 而且 有些東西比如說 產生報表 也可以瞬間完成 甚至呢 最好是可以 在上一層都把它做成視覺化的 輸出什麼 像 結合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可以怎麼樣 馬上把那個圖報表給 瞬間 做出來 甚至呢 他如果可以Standby的話 時間到還可以自動通知你就好了 看到什麼方式 用Line啦 OK 用Email啦 有沒有 等等的方法 自動告訴你 而且他有幫你判斷好了 當什麼情況下才要告訴你就好了 OK 其他不要告訴你 那不是隨時都一個東西 一個等於 可以助理在幫你隨時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 前面的部分 大概是 再來就是 這個 把 上個禮拜的我先把它打開好了 那特別只要打開來之後 請各位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有幾個可能要注意的點 你打開之後的話 一定要按啟用內容 如果你不啟用內容的話 會怎麼樣 你按這個按鈕 他會怎麼樣 他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也就是說 因為 在eSale裡面 他會擔心有安全性的疑慮 就是說因為寫了程式 那如果有人把它寫成像病毒一樣的話 那就糟糕了 所以你要確認 這個東西是你寫的 那你就啟用內容 是OK的 不過 以目前來看 好像 在很早很早以前 是有聚集病毒這種東西 慢慢現在好像比較沒有了 主要因為 他這個控管的還蠻多 所以記得 一定要啟用內容 這個第一點 另外你存檔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啟用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如果你存錯檔案的話 那你的程式也就消失了 那上個禮拜 做哪些事情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就是 先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有沒有這一串公式 這個是 我們用那個幾個 三個函數把它完成的 分別是find find什麼 find前刮鬍的位置 再來find後刮鬍的位置 把前刮鬍的位置 把前刮鬍的位置 減掉後刮鬍的位置 再減一 減一表示它下一個 就是少一個字的位置 因為 找到這個的下一個 那就可以把這些字呢 帶到這邊來 但是如果裡面沒有刮鬍的話 我們可以用ifl把它過濾掉 這是上個禮拜的那個函數部分 我是建議回去的話 不妨可以再自己重做過一遍 那當然你這個做完之後 假如說像以前的做法 能夠把公式做出來就已經不錯了 可是問題 如果你每個地方都還要再一次 都還要再一次 都還要再一次的話 那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那我們以後是希望說 所有東西都可以把它串連在一起 也就是你不需要說 每個地方都下公式 每個地方都下公式 那你可以怎麼樣 你做好之後可以結合VBA 可以讓VBA自動幫你完成 以後你按按鈕就好了 所以後來我們把這個衍生什麼 如果說我要用VBA完成的話 不外乎就是什麼 我們先把這個先清除 那如果要讓它再產生的話 就再把公式丟到這些範圍的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這些都出來了 那 那除了說丟公式之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因為這個公式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都可以看得到 即便是它裡面是完全空白的 但是你將來如果用公式輸出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蠻佔空間的 因為有沒有 明明裡面沒東西 你還要丟這些公式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的資料量很龐大 那你儲存格裡面 勢必就會丟很多垃圾在裡面 所以怎麼辦呢 後來我們就想一個方法 如果我不要丟公式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在VBA裡面 先判斷完 再輸出它要的結果 到那個儲存格 那這樣不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那個資料了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就是刮鬍自串 那你會發現 要不要先清清楚 刮鬍自串 那你會發現空白還是空白 有沒有 空白裡面還是空白 那如果有資料的話 它只是把那個資料給抓出來 那當然跟剛剛那個上面的公式比起來的話 其實就減少很多的容量浪費了 還有在執行效率上面也會比較好 不過其實當然如果理論上比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刮鬍自串輸出公式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說你只要能夠想出公式 你就可以再把它轉成VBA了 OK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啦 如果說你以後要從Excel到VBA 這個方法我覺得是比較簡單 但是它缺點是什麼 比較浪費空間 那你就有必要再更上一層樓 OK 這個 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制定函數 大家還記得吧 插入函數 不是Sub 是Function 使用者定義 刮鬍自串函數 把資料給它 它會給我要的資料 有沒有 那這個又是VBA的另外一種應用 我不是用按按鈕的 而是我自己建立一個制定函數 OK 至於將來你要怎麼用 我想你用的順手就OK了 反正能夠提高效率的方法都是好方法 OK 你就不用拘泥啦 反正如果剛開始你想不出底下這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啦 OK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上個禮拜的程式 大概有哪一些齁 大概第一個開發人員一定要打開來 那這邊 這邊變形了 好 那你會發現齁 不外乎就這樣啦 清除的話比較簡單 For I等於2到10有沒有 然後呢 Sales的I列必然 丟空的資料給他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執行 它就是把這些範圍的資料清空 我是建議將來齁 回去的話 盡量自己打過一遍 OK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自己打過 將來講後面更多的東西的話 我看你會消化不良 而且你會覺得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時間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把這個空白的檔案打開 重新再練習過 那目標就是說 一把這個做出來之後 再做這一個 再做這一個 再做制定函數 OK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要來 如果是學校時間長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來個考試 測驗一下對不對 課前 考一下對不對 你就會緊張 緊張就開始練習 對不對 因為沒辦法 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建議各位回去一定要把這些東西再做過 比較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 直接丟公式的話可能比較簡單 因為丟公式的話 我們直接貼這個公式進來 然後就把我剛剛講那兩件事 就是 裡面的公式 一個雙領號變兩個雙領號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把裡面的列號 把它改成I 那I的話就是串在中間 那至於怎麼串 上個禮拜影片都有 如果你實在是有點忘記的話 回頭看一下 我就不贅述 因為有些東西是一樣的 你就 或者你記那個 有沒有口訣 OK 然後就可以輸出公式 它其實就一個回圈加一個輸出的動作 那比較困難的應該是哪一個 就是後面的這一個 直接怎麼樣 輸出沒有公式 不是公式 是輸出結果 那你可能需要 知道幾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如何把 這一個什麼呢 Iseo裡面的這個公式 所會用到的相關的東西 把它轉換成VBA裡面用到的 像Find的話 你就要想 在Iseo用Find 可是在VBA就要用另外的函數 因為兩邊沒有一樣 不相通 所以如果你要變VBA 那你就要換到那個什麼 VBA裡面的那個函數 那我有講過 有一個叫InStream I-N-S-T-R 有沒有 你就有點像什麼 國語要切換到台語好了 欸 雖然很多是蠻像的 但是又不一樣 對齁 你就要知道怎麼切換 另外 那Mid的話 VBA一樣是Mid 所以直接用 那IfL的話 這個齁 在VBA沒有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用什麼 用If 做邏輯判斷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寫完就是這一段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有沒有 做個齁 就這一段齁 如果你回去齁 有時間記得一定要做複習 就把Find改成這個 然後把Mid Mid其實是這個V Mid 有沒有 Mid 但是雖然是Mid 可是這邊是VBA的Mid 有沒有 你這個VBA點可以打 也可以不打 我上面有講 不打也沒關係 那IfL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邏輯 如果A 這個要不等於0 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找到錢瓜糊的情況下 然後才去切割要的資料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A不等於0 或者是 這裡應該其實 應該是B也要吧 因為B是後瓜糊 所以B不等於0 其實加這樣可能會比較完整 不過有的時候 其實如果前瓜糊找不到的話 理論上應該也找不到後瓜糊了 對 所以齁 我這個後面就不加了 而且 有的時候 加了反而我發現程式會太複雜 你會看得比較辛苦 所以我就先沒有加 但以後如果你要加進來邏輯的話 那你可以在後面再加這個東西 或者 如果兩個都要成立的話 就要AND 而且 有沒有 其實大概就 就這兩個比較常用 就也夠了啦 OK 其實另外一個NUT NUT是相反的 可是我非常少用 因為沒有人沒事再NUT 加上去反而你更不懂 OK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Function就在這裡 所有的 這個程式上禮拜都 在雲端上都 都可以再看得到 所以影片也有 雲端部分也有 所以回去 請各位記得 這個是應該是在哪裡 在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151 這邊也有 OK 你就把它打開來 那剛剛的相關程式 其實都在這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再做練習 那另外的話 今天也許我們再多做一些其他的練習吧 我是建議就是 你多找一些案例 那所以 我們就再延伸找一個更困難的一點 一般的話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哪邊有資料 其實你可以找 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其實開放資料裡面 這個開放資料 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種類太多了 至少大概有幾萬種 好像光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平台 這邊好像我印象中 記得這所有的 好像就總共有 快五萬種了吧 我之前看是五萬種 不過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增加 全部的 你看這邊有多少種 政府開放的資料 哇 是total 之前有個total表 這邊光 行政院就兩萬四千多種 有沒有 各縣市的 裡面的話分類 包含公共的資訊 生活安全 品質等等的有沒有 那我們這邊 如果說我要找一個台北市大平台 如果我今天 因為之前剛好同學 就說 那到底台北市的治安 到底好不好 治安好不好 這是好像還蠻抽象的概念 好像很好耶 但是好像又不好 如果我想要知道 有一個比較精確的一個數字 到底台北市呢 哪一個區好了 哪一個區的 這個 住宅切到案件最多 比如你住哪個區 對不對 最安全或最不安全 那另外的話 哪一條路上 切到案件最多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 住宅啦 其他像是 什麼機車切到 汽車切到 現在是自行車切到 有沒有 那其實你可以在 台北市的這個 資料大平台 而且他這個名稱蠻簡單 data.typepe 其實你如果 打這個網址 應該就可以到這個 台北市的資料 或者你Google 要開放資料也可以 那你這邊 可以下一個關鍵字吧 比如說叫切到 切到 那你會發現這邊 就有什麼 自行車 哪個切到案件最多 其中第三個是什麼 住宅切到案件 它這個是從104年 到110年 這個大概總共有6年的資料 在這邊 其實也就是那個 柯P上任之後 OK 它的住宅切到點 這個格式是CSV CSV預設就是用ECO開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這邊有個下載 這邊有個下載 你就把那個資料下載下來 就下載了 CSV 你直接把它開啟 那開啟的話 如果 要不要 不要顯示 我們先直接開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的資料 我習慣是先把它選起來 直接 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成欄寬 有沒有 選這幾欄 讓它直接自動調整 那可是你會發現 我剛剛講 哪一區的資安最差 因為這個是切到案件出現的次數 哪一條路 或者街或者道 住宅切到案件最差 就是失切率最高 那如果想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先 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想知道 我先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其實最快 可是如果你要樞紐分析的話 記得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要統計的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就要怎麼 把它先變出來 可是問題 有哪一區嗎 它沒有 但是 它有地址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插入 一個欄位叫區好了 另外我想知道第二個 再把它插 哪一條路 有沒有 不過也有可能是街的 有沒有 哪一條 什麼中校東路 它什麼街 萬寧街 對不對 那其實後來我發現還有一個 市民大道 有沒有 所以還有道 所以可能是叫 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街 什麼什麼道 對 那我們如果想要知道 如果你有這兩個欄位出現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用樞紐分析表 統計出來 可是 問題來了 一樣啦 這一題其實我也是希望說 你們用什麼 第一個 想想看有沒有用函數可以解決 如果用函數的話 區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它剛好在固定第四個字 到第六個字 有沒有 而且長度剛好三 這個最簡單 可是如果路接到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是什麼區 什麼里 什麼林 有沒有 然後後面才是什麼路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它又沒有一樣規則 有的有道理 有的到到哪裡 這個到也是道理 這個到到零 有沒有一零有沒有 有的是到到什麼到區 這個道理啦 所以其實可以歸納出來 如果你要抓前面的開頭那個字 因為你一定要先切 如果它前面有零的話 你就先從零的下一個字開始 到路就可以了 有沒有到哪一條路 把這個字就切過來 可是如果前面沒有零 那就裡 如果沒有裡 那就區 真是太複雜 那你們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這件事 那做完之後 再把它變VBA吧 OK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快 統計出什麼 我們要的那個相關區 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在什麼時間發生 有沒有 它這邊還有發生時段 等等的啦 那同樣的方法 其實你也可以找什麼 找那個 像之前有同學 好像是騎腳踏車吧 常常丟 他會想說哪邊停最不安全 像騎摩托車也是這樣 甚至他什麼 連隨機搶奪案件最多在哪裡 有沒有 這邊其實都有資料耶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找的話 其實你可以打那個開放資料 找台北市大平台這邊 出入竊道就可以 或者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雲端白管的第一單元這邊也有 台北市住宅竊道 那我有把那個連結 超連結放在這邊 這一個 OK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囉 OK OK OK